哈喽大家好,最近秦岚高以降的都市职场剧《怪你过分美丽》正在火热的播出当中 这部剧主要讲述的是手握公司两大流量,一个一姐的金牌经纪人墨向晚 在这个摸爬滚奶的娱乐圈里经历的大起大波的故事 在最近的剧情中,墨向晚将迎来事业的第一大转折点 林香是墨向晚首先的当红流量小花 当下,林香的任务就是跟粉丝的关系维持好,然后逐步提升自己的演技 毕竟演技不能一下子就可以提升,需要时间不断的积累 所以说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林香好好的跟粉丝们相处 流量明星正是因为有粉丝的支持,所以才可以处于流量的顶端位置 而墨向晚比林香更知道粉丝与爱豆之间的关系 为了林香之后的事业,她不惜在粉丝面前做坏人,让他们误解自己讨厌自己 在粉丝以及观众的眼中,林香就是墨向晚手里的玩偶,所以她怎样的摆用 实际上对于墨向晚来说,她跟林香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就好像把自己手里的艺人当成自己的孩子,拼命的在保护他们 比任何人都想要他们过得好 甚至在林香的生日宴会上,墨向晚还主动邀请了罗峰来给林香庆祝生日 原本林香就喜欢罗峰,可以看出墨向晚是想要让林香高兴 可是在粉丝们眼中,他们却觉得墨向晚居心不良 甚至以甜命为首的林香粉丝后联会,就好像是一群没头没脑的脑残粉一样 愿意相信网络上所说的那些传闻,在现实里逼迫墨向晚辞职离开林香 他们觉得身为经纪人的墨向晚不顾林香的身体 让林香接下了两部重量级的作品,虽然粉丝们愤怒是有情可缘 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事情的根本 因为这个林香公司要求,林香要同时出演这两部作品 而且当时的墨向晚也反对过这件事 奈何以卵即使没有让这件事情改变 而墨向晚的辞职对林香也有很大的损失 同时墨向晚也非常的不好过 失去林香又竟然失去了蓄力 现在的墨向晚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霸气,变得十分的卑微 在这段剧情当中,墨向晚被粉丝们扔了一身的奶油 独自在洗手间悲伤了空气 不少观众看到这段剧情之后都非常心疼墨向晚 从而也能够理解,游乐行为经纪人的不容易 不过墨向晚短暂的发泄了B2之后 还是重新清洗了屋子,化好妆容,振作了起来 由此可见,墨向晚这个角色真的是经历了摸爬滚打 从而让自己成长为真正强大的女性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部剧好看吗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